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与凤行主演节日祝福,赵丽颖美美出镜,腊木杨子被女配碾压 今天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各大电视剧的官博纷纷营业 有发物料的,有发视频的 与凤行的官方一如既往虫粉,有男女主角的贺图 还有各大主演的视频祝福,一起来看看吧 赵丽颖 与凤行官方先发了一组主演们的祝福,他们穿的都是戏服 女主赵丽颖是一套浅蓝色衣服,这套前几天的饭拍图就美到了很多人 素雅温婉,赵丽颖的颜值和状态也特别好,就一个字,美 临更新,男主临更新穿的也是同款风格,算是两人的情侣装吗? 很白很高,就是这个眉毛好像有点怪怪的 又是一位路透比官图好看的明星 他演的是天剑年龄最大的神仙,演技应该可以完美驾驭 欣云来 然后是男二号末方的饰演者欣云来,换了个帅气的发型,一身黑衣出镜 这样看造型好看很多,比路透的造型帅不少 何宇 接着是男三号何宇,他饰演的是芙蓉君,是天界的角色 白金的神仙打扮,造型无功无过 蜡牧羊子 本剧最大的争议点,应该就是女二号幽兰的饰演者蜡牧羊子 虽然说是个开心果的设定,可是她的颜值引发争议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她的路人员也很差 蜡牧羊子最近改回了本命李佳琪,造型不错,长相真是欣赏不来 曾黎 曾黎饰演的沈穆月,应该算是女三号 曾黎本人长得很美,还曾经是中细的校花 但是剧中的造型感觉不是很好看,衣服的料子太朴素 也算是魔戒的老大了,衣服不应该讲究精致一点吗? 两个女配 今天的祝福视频里,还有两位女配出镜 分别是饰演宝琴的谭妍妍,饰演明叔的黄灿灿 他们的角色估计都是女N号,可是颜值真的是碾压女二号 这选角导演是怎么回事?找个漂亮的演员演女二号不好吗? 官配贺图 除了上面主演们的祝福外,还有一张赵丽颖和林更新的贺图 月色流光,满庭芬芳,风过云飞目不移 氛围很好,这个身高差太有爱了 就是衣服我们已经看过了,如果来套新的造型就好了 看到羽凤行发的贺图,想起了羽凤行星月的这个差不多的姿势 这属性是梦幻联动了 只不过楚桥传的时候,这个姿势很虐 到了羽凤行这里,可以看成他们苦尽甘来的好结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